欢迎来到我们的科技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几个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中国已经开始探-14同位素的大规模生产 这不仅结束了其对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国的依赖 来标志着中国在医学同位素生产领域的重要进步 接着我们将探讨纽约时报中的一篇文章 它揭示了我们在生活中越来越多遇到的垃圾邮件和诈骗问题 从假冒品牌合作到社交媒体上的虚假广告 提醒我们保持警惕、保护自己不受骗局的侵害 最后我们来看看纽约市如何应对新的气候法规 建造了该市首座全电力摩天大楼 这不仅是对传统建筑方式的挑战 也是对未来城市发展的一种展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中国一个引人注目的技术突破 已经实现标志着该国在科学和医学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 对南华早报报报道 中国已经开始了探-14这种放射性同位素的大规模生产 结束了对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国的依赖 探-14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考古年代测定到癌症治疗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其的一提的是 自2009年加拿大国家研究通用反应堆 因泄漏而停止供应探-14亿了 中国就一直面临供应不稳定的问题 那问题是分清中因供应不稳定的问题 如今中国不仅实现了自己自作 而计划扩大应用同位素的生产 以确保国内供应的稳定性 然而在数字化生活的另一端 纽约时报揭露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充斥着诈骗和垃圾邮件的骗局世界 从假冒品牌合作的Instagram 高达WhatsApp上的加密货币投资请求 再到LinkedIn上的虚假工作机会 这些诈骗手段无花八门 令人眼花缭乱 更有甚者社交媒体上频繁出现 使用名人形象名人形象误导消费者的假广告 以及那些要求更新配送 偏好设置的未知来源短信警报 这些例子提醒我们在数字化时代 保持警惕和怀疑是自我保护的重要武器 与此同时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战斗中 纽约市迎来了它的第一座全电力摩天大楼 这是对该市新气候法规的直接响应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卫运50505State此日44层高楼 原本计划使用天然气供暖和炉具 但由于新州的一项法规 暂时阻止了新的天然气连接 以及本地法律97号要求到 2030年某些建筑必须将碳排放量减少40% 偏发商LOA最终决定采用电锅炉和电磁炉 而非天然气设备 这座摩天大楼的建成不仅是技术创新的胜利 也是对未来城市发展方向的一种预示 显示出在全球范围内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 从中国的科技进步数字世界的诈骗风险 到纽约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应对 这些故事共同描绘了一个复杂 但充满希望的现代世界图景 无论是在推动科学发展 防范数字化生活中的风险 而且在建设更绿色的城市环境方面 这些进展和挑战提醒我们 创新和景气必须并行不备 你确保我们的未来既光明又安全 在这个科技日新月一的时代 寻找完美的耳机成了许多人的日常任务 尤其是当台到寻找AirPods Pro的替代品时 市场上众多的选择让人眼花缭乱 根据Yahoo!US的Rick Broly的评测 一些产品以其卓越的性能和合理的价格脱颖而出 成为了不可多得的选择 首先One More Arrow无线耳机 被预为二锦首权One More AirPods Pro最佳的替代品 对方耳机有可能有USB C或TE充电板充电的翻盖式盒子 并提供白色和黑色 两重颜色选择 它们的应用程序可以用来检查电池状态 选择降噪模式 切换空间音频等功能 这款耳机的Smart Loaness功能 可以调整低音、中音和高音 以保留完整的声音范围 几乎在每一个特性上都与AirPods Pro PD 包括空间音频 对于预算有限的用户 Basis Pro EM式无线耳机是一个绝佳的选择 这款子弹式耳机提供黑色版本 附带中号耳塞和挂钩 但也包括其他尺寸的选择 这款耳机配戴舒适 提供良好的音质 它们还拥有良好的电池寿命 最长可达8小时 充电盒可达8小时 充电盒可以为耳机充电超过16次 比喻那些寻找开放式耳机的用户 Sound Peets Go Free 二开放式耳机是最佳的AirPods Pro 替代品 Go Free耳机采用提耳设计 让你在享受音乐的同时 也能意识到周围的环境 它们具有一项名为Adapt V2的功能 可以根据你对听力测试的反应 创建自定义的均红器设置 这款耳机音质出色 电池寿命长达9小时 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领域 Algexia报导称 NS被任务设立一个标准的月球时区 被称为协调月球时间CLT指向任务 源于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 OSDP发布的一份备忘录 指出由于月球的低重力环境 时间在月球上略为加快 这可能会对同步月球轨道上的 卫星和空间站造成问题 新的CLT将被开发出来 亦将开发出来 以足够的可追溯性 与地球上的时区保持同步 NS有至2026年底的时间来建立CLT 在政策领域 根据Yahoo US的报道 美国总统乔·拜登签署了法律条款 VH4企划提供了额外的灵活性 以服务部落社区的儿童 和农场工人的儿童 但法律还是任何 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员 主要从事农业工作的儿童有资格参加 移民和季节性Head Start计划 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 科技和政策领域的最新进展 也反映了我们生活中不断变化的面貌 无论是寻找合适的耳机 还是关注NS对太空探索的新进展 或是了解政府如何为社会弱势群警提供支持 都是我们与世俱进的见证 在当今世界能源转型的进程 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根据Bloomberg的报道 美国的可财生能源项目 正因为等待电网运营商的批准而陷入僵局 这不仅阻碍了拜登总统将 美国电力部门碳排放降至 明到2035年目标 也对实现2050年零排放的远大目标 造成了影响 尤其是在德克、扎斯州 尽管其在可财生能源开发方面领先全国 但相对于其他州 其等待清单却相对较短 这是因为德州通过将传输项目的成本社会化的方式 只要项目的消费项目对消费者有尽力 就将成本转嫁给付费用户 与此同时 拜登政府正在计划创建一个新的交易系统 以保护美国基于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 立场立时的国家的绿色补贴 免受法律挑战或探卸漏的影响 要按Bluberg opinion的Leon Denning认为 这种做法可能对美国在减排领域的领导地位不利 另一方面在芬兰一家名为Coffer Rosary的艺术咖啡烘焙厂 正在探索人工智能 在咖啡烘焙过程中的应用 根据The Independent报道 Coffer与当地的I咨询公司Ellevazor 开发出一款名为Iconic 名为Iconic合物 第二还接受了不同咖啡类型及其风味的描述 并指导创建了一款新的混合咖啡 事业发现I辅助的混合物是完美的无需人工调整 是完美的无需人工调整 这个项目旨在探索I在传统上 是手工任务的咖啡烘焙过程中的应用 与此同时 中国的沿海大城市正面临住严峻的挑战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一项新的研究发现 由于地下水的变化和建筑物的重量 未来一个世纪内 中国四分之一的沿海土地将沉入海平面 一下是数亿人面临洪水的风险 又指出长期控制地下水的抽取 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目前有二 七亿中国人生活在正在下沉的地区 由于地面沉降和海平面上升到2120年 22-26%的中国沿海土地将陷入海平面一下 沿海城市由于海平面上升而面临更高的风险 这些报道共同揭示了当前世界面临的多重挑战 从能源转型的困难到技术创新的探索 再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 每个故事都凸显了人类在寻求可持续发展道路上 必须克服的困难 同时也展示了创新和科技在解决这些问题中的潜力 无论是在能源政策 科技创新还是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这些挑战都要求全球社会共同努力 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 在北里吉兰山市的市长和市议会选举中 Yahoo US 报道了一场充满多元背景和优先事项的角逐 候选人们各殊己见 从提高透明度到改善基础设施无不体现出 多度体现出对城市未来的深思熟虑 例如退休注册会计师Jack McCarley关注的是 城市债务增加、人口过敏以及市议会、 未以缺乏文明等问题 而Titava追跌性命退休的德克萨斯州雇员 则专注于城市老旧区域的复兴、街道维护和公共安全 白字不同行业的候选人们 如房地产经纪人、金融顾问、DJ精算师、直升机、公司员工等 都带来了他们独特的视角和解决方案 展现了一场多元化和包容性的选举 同样来自Yahoo!US的报道揭露了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 LSU与石油公司之间的关系 LSU允许可牌公司以2500万美元的捐赠为代价 影响其能源创新研究所的研究所的研究和课程内容 这种合作模式随后被其他化工公司采纳 例如埃克森、美孚以200万美元成为战略合作伙伴级别捐赠者 这种伙伴关系允许石油公司审查学术研究成果并指导研究活动 引发了人们对学术自由和研究方向选择的担忧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则聚焦在毕鲁木材公司 华盛克尔输售碳信用额度的做法上 与传统种植树木吸收二氧化碳的方法不同 埃克尔通过声称减少砍伐树木来销售碳信用 这种做法引发了对于如何保护能够吸收数十一吨碳的森林的讨论 碳信用市场被预测到2030年将达到400亿美元的规模 但同时也面临着幽灵信用额度的问题 仅在这些实际上并未对避免森林砍伐做出贡献的信用额度 美国的做法引起了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探交易项目负责人Barbera Hayat在内的专家的质疑 这些报道共同揭示了一个主题 无论是在地方政府选举、大学与企业的合作 还是环境保护的实践中 透明度、责任和公众参与始终是核心议题 展现阳山式的选举展现了民主过程中的多样性和参与性 对学术自由和研究道德的深思 而马尔克的学术还研究道德的深思 而马尔克的深思 反乱反思环境保护的实际效果和方法 这些案例不仅展示了各自领域内的挑战 也反映了社会更广泛的关注点和价值观 在这个时代 车记的进步不断推动着我们的世界向前发展 从德克萨斯州的生命科学创新 到加拿大资本受益税的辩论 再到微软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 这些变化和进步正塑造着我们的未来 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这些话题 了解它们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和社会 首先我们来看谈德克萨斯州的情况 根据Yahoo US的报道 德克萨斯州在生命科学创新方面的表现 令人瞩目 这个被称为孤星州的地方 每年在研究与开发上投入高达66亿美元 并且负责全过五分之一的临床研究 研究不经之一的临床研究 不仅展现了德克萨斯州 在推动科学进步方面的重要性 也凸显了创新对于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 反向北方加拿大的资本收益税辩论 正在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根据The Globe and Mail的报道 加拿大大政府计划增加资本收益税 引发了读者的担忧 有人担心这会对年轻投资者造成不公 因为他们更可能为了婚礼 购房或购车等重大生活开支而储蓄 另外对于将住宅作为征税对象的困难 读者也表示了担忧 指出业主需要进入抵押利息和财产税等开支 此外有人认为资本收益税应该考虑收益 产生的时间长短并相应分级 一位中联音乐家的故事尤其引人注目 他对于被列为家的故事尤其引人注目 他对于被列为加拿大最富有的四万名公民之一感到惊讶 并担心新的更高资本收益税率 将会像他这样投资于BG式公寓的个体产生负面影响 在技术创新的领域 微软最近推出的人工智能技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7月的报道车 微软创建了一种名为VSE的RM模型 可以将人的面部图像和他们说话的音频剪辑结合起来 创造出看起来逼真的主体说话的视频 这项技术不仅可以用于真实面孔卡通或艺术作品 来能创造出具有自然纯同步和其他同步动作的视频 微软表示这项技术可以用于教育 提高无障碍性以及为人类创造虚拟伴侣 然而这项技术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可能被滥用来冒充真实人物的担忧 从德布萨斯州的生命科学创新 到加拿大资本收益税的辩论 再到为人的最新人工智能技术 这些话题展示了创新和技术如何在多个层面上影响我们社会和生活 无论是在经济发展税收政策还是技术进步方面 这些变化都在塑造住我们的未来 并引发了有关创新如何塑造我们世界的重要讨论 随着这些进步继续发展 我们将不断探索他们对社会的影响 以及如何最好地利用这些创新来促进全球的福祉 下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FAN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点容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